HELLO 大家好,我們今天又來看另一支墨水筆 我們今天看的筆是... 是德國的LAMI ABC 先讓大家看看這個樣子 就是這樣的 首先跟大家說說這支墨水筆的背景 德國其實也有幾大不同的墨水筆品牌 例如LAMI, Pelican, Faber-Castell 而其實在德國有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就是他們當地的小學生 或者我們對於在香港幼稚園至小學 即初小的階段 其實有些學校要求學生去學習使用墨水筆 大概是小朋友學寫字的時候 跟我們香港不同 香港現在已經沒有了這件事 我們從幼稚園去到小學都會用原筆、原子筆寫字 但在外國,因為他們想小朋友的肌肉發展得好些 以及嘗試不用太大力寫字 所以他們都會非常推廣小朋友的墨水筆 而LAMI為此也推出了自己牌子的雜字鋼筆 日本好像PIMATE都會有入門的雜字鋼筆 這就是ABC系列的墨水筆 整支筆大家看到的樣子 立即有少少幼稚園或初小的感覺 整個設計都... 其實我也不知道如何形容 不過它的感覺是很有學校的氣氛 有少許木、有少許膠 膠還要是Sharp的顏色 整支筆就是這樣 不如大家看看尺寸比較 這支是LAMI的ABC 日本也是入門的墨水筆 再看看微笑光筆 PILOT 再配一支LAMI的SARFARI 論筆的尺寸的確不是很小 對比白金牌的PREP 這支筆一定比PREP 但又未遇到差不多SARFARI 長短來說 筆也不是算短的 雖然是比小朋友 大家猜猜小朋友的手也比較小 但是它的設計也沒有因為這樣就短 縮到大約就真鋼筆的尺寸 大概觀察到12-13cm長 所以大人小朋友入門玩墨水筆 我相信會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不如我們稍後再說 現在跟大家看看這支筆的圈寸 這個樣子就是剛剛看過 這款是ABC 有三隻不同的筆 有自動原生筆 有走珠筆 這支是墨水筆型號 墨水筆型號分為兩隻顏色 一隻是藍色,一隻是紅色 一隻是紅色 紅色我沒有買到,只有藍色 藍色 因為盒子已經丟掉的關係 沒辦法讓大家看到盒子 其實也是一個很簡單的盒子 裡面很有趣地跟著一張貼紙 貼紙應該是貼在這裡 如果大家上去官方網站或其他零售商 都會看到貼紙有一個範例 給你寫一個名字 例如添移 我相信可能是方便學校 如果小朋友弄不見了 都可以回答原來是哪個學生 整支包裝就是這樣 給大家看看 這支筆蓋都是膠製的 很一體化的膠 其實我相信是靠這個平面的位置 放在桌上 否則整支筆蓋都是滑來滑去的 筆蓋裡面 就不太能看到 不過筆蓋裡沒有額外的膠頂 或者筆帽去吸住 但是重現沒有這個筆蓋 個人用來覺得這支筆的器物性 都數得不錯 很遺憾地 不知為何是吸不到的 因為它最後這個頂 我個人覺得好像一顆色仔 這個頂是吸不到的 這支筆 用的時候如果不想弄不見了 就要小心一點 我們看看筆身吧 因為LAMMY的筆 全部統一都是標準的 接受到普通LAMMY自己的墨膽 或者LAMMY的吸墨器 這支筆是要跟著一顆的 兩邊都跟著一顆的那款 就拋住了 先扭上去 整支筆 筆頭 由於這支LAMMY出的雜紙鋼筆的關係 它只是提供一個尖 可以選擇的 即是A尖 A尖 待會我試寫給大家看 它大概是M和F之間的粗幼 大概是0.4 但是 遲些再說 只是提供一個尖 不鏽鋼尖 那筆壓位 非常貼心 它用了軟的脊膠 再加上一個 手的硬位 下面的托位是沒有第三粒膠的 托位 只有兩隻手指 帽子和食指 這樣拿著 寫的 感覺上都很舒服 寫下來的時候 而且我發現一個非常好的優點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時候用過 那些廚具或膠盒 或袋子 如果有直膠的部分 很容易黏塵 或是老化變色 但這支筆又沒有 事實上這支筆 我都買了差不多大半至一年 不少時間都會用 但我還看到它的膠 沒有好像變得黏黏 變黃 或是黏塵 當然 你把筆蓋上 就是理論上不會老化的 我相信這支筆的質素也做得不錯 另一支筆 個人覺得非常好的賣點 就是它的筆桿 其實這個筆桿 大家可以留開看到 它應該是一個家母 外面那一層是蜂木 英文叫Maple Wood 有時候家裏做傢俱都會用到的蜂木 用來做櫃、桌等 如果開墨水筆的人 就會知道 用木材來做筆桿 是一個非常 又不是很奢侈的 不過是比較矜貴的 筆款的選擇 因為通常 在一個工業這麼發達的時代 用普通的塑膠 或是便宜的不鏽鋼 那些合金 製造成本相對比木 是低的 但我相信這支筆款 為了有一種 我相信是學校的味道 以及內用 所以他們選擇了一個蜂木 的面 包含了一個蜂木 而它的面 也應該是 打到一層很輕的 拋光銀 就不像我們以前用的 木筷子一樣 會擦手 整支筆桿做得非常好 又輕身 又不是很重 所以非常適合學習的階段 至於尾這個位置 沒有什麼可以說 因為這個尾的顏色 是咬緊了 擰不開的 因為它是蓋緊了 就沒有什麼好說 再加上筆蓋也蓋不上 因為筆蓋是圓形 這個正方形蓋不進 頂住了 所以這支筆 外觀上大概就是這樣 先讓大家看看 這個樣子 大概就是這樣 整支筆 有一點粗的 事不宜遲 剛才我跟大家提過 這支筆是一個叫A尖的物體 現在就用這支筆 來試給大家看 究竟A尖有什麼乾坤 再用一罐原廠的政策 我這次都會用LAMMY的黑色墨水 來試給大家看 來看 或者大家都可以看到 這個A尖 真是貫徹到一個學習墨水筆的要求 其實大家可以看到,不太粗,不太幼 真的介乎在歐洲規格,M和F之間 有些位置沒有太大力,會有少許,大概0.38-0.4 粗一點的位置,真的會比得上0.5 以普通走主筆的標準來計算 這支筆呢,因為我相信是靈尾的QC做得好 和磨尖的技術都可以 所以寫上去不太刮紙 因為本身的筆也不太重 寫上去也不需要太大力 真的做到入門降筆的要求 寫得非常順暢 不過,因為我相信是想學習的關係 這支筆的粗幼的變化,也有些明顯 尤其是在打圈圈的時候,大家會看到 打橫和打直的粗幼度是很明顯的 如果沒有壓力的時候,也會看到打橫有一點 打直會比較粗一點 我剛才在加一點點壓力的時候 就更加明顯看到它有 大概是0.3,0.5,0.7 這樣上去是0.5 所以看不出來 但其實它的尖是非常有彈性 LAMI這個A尖 非常特別 如果大家有用普通LAMI或Safari 其他系列的尖 都沒有那麼明顯做出來 反而這個A尖 很明顯 它的粗幼的比例 非常特別 講到大家 或者最關心的一件事就是 這支筆是多少錢呢? 官方網站 零售價其實沒有什麼好處 大概是15元歐羅左右 轉回港幣就大約150元左右 如果大家去香港 LAMI的專門店買 或者是成品書店 一些百貨公司 文具店 如果買到這支筆 通常的工價都是165至180元左右 不同地方真的有不同的價錢 但它的相額也不太大 大約是10多元左右 那麼 百多元的確有很多選擇 百多元的一筆 你可能會買到一支 PILOT的METROPOLITAN MR系列 加一點錢可以買到一支 LAMI的Safari 比較便宜的Safari 可以買到 PILOT的CAKUNO 百金牌可以買到很多支PILOT 或者可以買到PILOT的PILOT系列 如果對比其他德國品牌 都可以買到 另一個品牌 CAMICAL的PILOT的PILOT系列 這個樣子 大概是這個樣子 坦白說 大約150至200元 這個區域是有非常非常多的選擇 那麼 如果你問我 值不值得買這支筆 百六元左右 我都答不到 因為實在是 很決定於你個人喜不喜歡 或者喜歡哪一個Style 如果你喜歡說 我真是入門 很有學生感覺的話 這支筆絕對是值得的 而如果你更喜歡 歐洲規格 或者德國那種的味道 我不是太懂得形容 但是德國筆有一種 很高標準 有質素 而且穩重的感覺 百六元 是買得過的 但是 有很多選擇的時候 我都會建議大家 認真考慮 或者想一想 我自己比較喜歡什麼 風格的墨水筆 當然如果你說沒有的 其實我只是在家裡練字 我不會太出家用的 那當然就沒什麼所謂 如果大家平時拿去上學 上班會用的話 大家真的可以考慮一下 百多元 有這麼多的選擇 是否一定要買這支 或者我會這麼強烈推薦給大家 又真的不會 坦白說 因為Nemi的尖 非常標準 Safari 等等的系列 都是差不多用這個尖 其實都是粗油的問題 這個樣子 真的非常學生 坦白說 如果一個二十多三十歲的人 拿著這支筆來用 真的會有一點奇怪的感覺 但是 這支筆是有一個相當的質素 而我個人覺得 其中一個很吸引的地方 就是用這個風木的筆桿 個人覺得 用木造的筆桿 有另一種運味 有一種很傳統的感覺 而且是點啞的感覺 當然 這支筆 不知道是否有感覺 我終於找到一個形容詞 就像學校的桌椅 木面的桌椅 但是那些椅子是膠 就是有這種感覺 所以 看看大家是否喜歡 一些比較換味的麥水筆 當然 如果你說穩重一點 其實這個品牌也是Safari 等等系列 所以 這支筆 都會推薦給大家 但如果8兩元入門筆來說 真的有很多選擇 大家可以考慮一下 自己喜歡哪些風格的筆 才再買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